開始 大家好,我是東京新的成果 我現在正在游車河去逛街街 關於逛街的影片可以在第二條影片看 今天我想有一個開車的閒聊 旁邊有這位我的老闆 有車之人 有沒有樓啊? 有樓啊? 秘密 單身的單身的 有興趣認識的可以留言 Anyway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關於日本賣車的事宜 老闆你怎麼稱呼? Aaron啊,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你買了車多久? 買了車一年 我想問一下在日本買車有什麼要注意呢? 有日本車牌 關於考日本車牌呢 我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這輛是二手車還是新車? 二手車 我想問一下你這輛車的年份是多少? 2008年 你是2017年買一輛2008年的車 請問你這輛車買的時候是多少錢? 100萬左右 我覺得100萬不貴 也好 有沒有分別的?買二手車和新車 例如手足 二手車是不用付稅的? 對 如果這樣買二手車也挺划算的 對呀,買日本車 但是如果你買歐洲車呢? 也不用搭車的 那就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還有什麼要注意呢? 要有日本的地址 租的沒問題嗎? 租的也沒問題 登記的時候一定要2公里 你住的2公里以內 對呀,沒錯 日本有些人可能會搬屋 總之我是以我當時住的地址 對 那如果跨了區呢? 剛才那2公里 沒有,2公里 公司以內的2公里行不行嗎? 以我公司的名字 譬如我打工的就沒辦法了 一定要有我家了 對 每個人買車 最先要租一件事就是車位 那你租還是買的? 我應該買的 不知道日本買的車位要多少錢? 捉立區的話就平均300萬元 車位有沒有可以炒呢? 每個人都說來買樓投資了 有可以炒的 你覺得炒樓好還是炒車位好嗎? 2月多 收租而已 回報率吧 買樓好一點還是車位好一點? 4-5厘左右 4-5厘左右 我們不如說說養車吧 養車的花費貴不貴呢? 非常貴 例如你覺得什麼是洗費最大呢? 戒邊泊車 平均多少錢? 1小時300日圓 不同區不斷市 有些晚上一整晚一個價錢 港區那些就很貴 其實好像都比香港便宜了 是嗎? 香港好像有些吃東西50元一個小時 接著我們就說說汽車的保險 你這個保險你買了多少錢? 7萬元 7萬元包什麼? 全保 可否解釋什麼叫全保? 女人和對物 對你自己的車呢? 沒有 這個是不是一個必交的保險? 對 有沒有想著跟你自己的車買保險? 沒有 那我問一下 你買了一部車一百萬一年 你預計過了一年之後 你的車現在值多少錢? 零 那我還是不考慮買車了 另外還有一條問題想問 很多人就跟我說 譬如你持有這部車 就只可以你駕 我說不可以駕駛的 想問一下這個是不是真的? 保險是跟登記 就是你 為什麼我可以駕駛的? 登記公司名的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駕駛的 你是我們公司的員工 你可以 那有沒有說要證明我是你的員工? 你是保險 你沒有幫我買保險 因為我不是你的員工 所以其實你不能駕駛的 你也可以駕駛的 但是你被人拘捕了 我要負責什麼費用? 保險應該都不會CLAB了 如果出了什麼事的話 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都很關注 開罰單這件事 我在日本有駕駛的 Touchwood 每次都很平安 沒有扣過分 那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試過 有罰單、扣分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 違反泊車 違反泊車是怎樣罰的? 街邊泊車只有一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時要罰 一萬五千元 我補錢也不行 什麼? 扣不扣分呢? 不扣分的街邊泊車 如果被警察鬥的話就夠了 你戴綠毛那些 街邊沒有很多 是的 圍禮泊車的叔叔 是的 不扣分的 罰錢 然後寄了幾張單去你 對 現在被警察鬥了 然後發購 那維麗泊車可能比香港貴 不扣分的 它貴過香港 你可否說得有禮貌? 它貴過香港 大家也很關注另一個問題 就是超速駕駛 在這些高速浪上 不知日本有沒有隱形剪車? 有 有 你見到它這麼急就知道 我以為你是看路而已 可能 警察特意讓線給你 超過它 你試過? 當然沒試過 你聽過 有什麼識別這些隱形戰車呢? 沒有 那到時候 中間放一個 ROBLOCK捉你 還是其實之後就直接寄罰單? 逗你 在旁邊 好像有公路 在旁邊 要你走到一旁 麻煩 你被我聽回來的 看Youtube 原來Youtube有這些資訊嗎? 相關資訊 我放一個資訊欄 你遲些傳給我 那你不如關火 靜點 辛苦了 我還說 有骨子 你坐定定 好了 我們現在拍下車了 我覺得今天的分享 非常寶貴 謝謝Aaron 你今天的分享 謝謝 你有沒有一兩句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安全駕駛 對了 各位就算你是買車也好 租車也好 都幾緊安全駕駛 保持兩秒距離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都想 都好笑 如果你都喜歡我今天這個分享 就記得給個like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想看到更多關於日本的冷知識 或者生活的知識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兼按鈴鐺 這樣就可以看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快點說拜拜 拜拜